餐廳的海鮮大餐你就吃得多了 想不到現在街市買菜都有海鮮餐 近日網上群組流傳有街市海鮮蕩推出套餐優惠 一百大圓就有齊 蒼魚一條、海蝦半斤、帶子五隻和大蜆半斤 每天限售五十份,也來網民熱烈討論 我們今天來到樂富街市 有不少人經過海鮮蕩都停下注視招牌 似乎是被他們的套餐吸引了 超便宜 超便宜 我平時也有買這間 剛才去買一條魚也要60元 那你沒有5V就沒有 你一百元有那麼多東西 價值 價值嗎 你喜歡吃海鮮嗎 我喜歡 你會否也試試 我一會跟他們買 他也夠清 這樣也挺吸引的 為甚麼這麼磅 因為一百元有五個… 你以為二十元一樣 你的魚也要幾十元 我打算試試 百元套餐 買一百元 有這些,你覺得如何 對,總之你早就告訴我 我就在那裡買了 真的 究竟為何海鮮蕩會想到 這麼特別的推銷方法呢 這個一百元餐有受歡迎嗎 因為我們本來有幾間分店 然後我們拿貨的 都是集中一批一批 所以就可以做到這個價錢 以及推廣給客人 一直都在做推廣 一直都會優惠客人 以及最新鮮的給客人 有時候我們真的… 有些產品是會虧本地走的 但我覺得是做一個推廣 以及向一間街坊去做 那倒是 鮮魚本來要四十五元條 帶子三十元六隻 蜆要三十六元斤 蝦還要七十八元斤 計算一條數 差不多便宜了三分一價錢 聽到我都心慾慾 讓我買個套餐趕快吃火鍋